所以像知识型我把它用在低性原理 我会就任何事情 你都可以用知识型去做了解去深入 然后去规划自己的行动 比如说那个马斯克在做那个电动车的时候 那个汽车电池很贵 他问了哪一家哪一家卖的都是那么贵 所以他的成本就当不下来 那后来他就去深入的了解 就知道说电池不过就是那些化学元素的组合 所以他就找了科学家跟化学家 把那个电池的各种元素组合 就拿出来自己做实验 因为他已经了解那个核心 那个核心就是那些化学元素的组合 所以他只要找科学家化学家来 就可以从头重新再重新发明 所以这个原理就是回到核心 所以这个叫低性原理 当我回到核心重新再去思考的时候 我才有比较有可能去破坏是创新 不一定要走别人的老路 因为别人的老路不一定找得到新世界 所以当别人的老路走不通的时候 你就要回到核心自己重新来 所以当我知道这样的东西之后 我就会去思考说 我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在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怎么用在教学 我怎么用在行政 这就是我师的部分 然后我就会规划一些行动 比如说我自己在做那个课纲架构 我们科技领域的时候 那我就会自己回到课纲的核心 我就不会管辅导员怎么说 我也不会去管那个课纲怎么写 我就直接看那个核心 那我从核心去看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很多我可以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会弄一些实际的例子 然后我在办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会怎么去办 就会比较 比较趋近成功 比较容易成功 所以基本上初阶的新制图 是用在学习的部分 那中阶就可以结合各种理论 所以你们各领域 各位老师你在各领域 一定会有一些很棒的理论 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理论 去结合新制图去应用 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在做思考讨论的 他有什么六顶思考帽 那些都可以直接扣到新制图 那重点是 其实说到底 那个刚刚讲那么多种类的新制图 其实真正就是只有一招 你用新制图这个工具 然后中间结合 不管是这个各种教派的 或者是各种经典古籍 或者是什么前圣人责人的一些 或者是什么心理学理论 这样融合出来之后 最后就可以很容易达到你的目标了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新制图 去结合理论 然后去自学跟思考 所以刚刚那个知识型 那一招是很重要的 然后重点在这边 要持续的坚持行动 所以你要用那个知识型 这个方法 任何事情用它去思考 然后用它去转化 变成自己的心法 你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透过知道之后 你去思考自己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思考规划 然后转化成自己的什么样的行动 你只要这一个循环弄得很熟悉 你每次都这样用 一招就能很强大 所以那个通常我们在练学生心制图 或者自己在练习的时候 你要习惯用 一直用 常常用 什么都用 就不管在教学设计啊 或者是你在行政上 或者班级经营上 你就拿它来用就对了 等你很习惯很熟悉之后 像我 来看一下我的那个资料夹 这是我自己的资料夹 我几乎什么东西都用心制图思考 尤其是在规划阶段 然后之后还有做一些资料夹的分类 所以透过心制图这样的帮我整理知识 然后透过我自己的思考跟规划 它会变成我的智慧 所以这是训练 训练一个人从学习知识 变成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靠心制图是很OK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建议 就是心制图它是一个同温层交流很棒的东西 如果我们是同温层 我们彼此都是老师 我们都有一些教学 教育心理学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在分享这一类的同类型的心制图的时候 不管是哪个内容 比如说 我随便开一个 这个是六合法 5WH 那我开给你看 或者是更复杂的 比如说刚刚这个 非常复杂的内容 对不对 很多很杂 如果你是同一个领域的 你会发现 你看到这个心制图 哇 这整个就是学习地图 我想看哪一个面向的 它都有 包罗万象 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宝 但是这是对同温层的人而言 那如果呢 你今天要分享的 你要去教学的时候 那个人不是这个领域的 他就一看就会 哇 这东西这么复杂 我都不知道要从何看起 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所以我会建议 如果你有教学的任务 或者你有那个需要说服人家的 你要去演讲 那我通常就会 希望各位有机会的话 接触一下Canva